接下来为您播出天网 如何将凶手做定为村内熟人 旧仇心愿 命案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消失的一家人 天网暗幕即将播出 早就课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就是缺少谭玉平 然后我问了学生 学生说也不知道 唐玉平是桂林市泉州县 土桥小学的一名学生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他平时都是和爷爷奶奶一同生活 在唐老师的记忆中 唐玉平从来没有旷课指导过 可今天他却为何迟迟没有来上课 老人带着他到哪里走亲戚 比方说亲戚有生日 红白写书都要带出去 难道是爷爷奶奶带着小孙女出门办事去 唐老师有些放心不下 便给唐玉平在外地务工的父亲打去了电话 如果我说是生病或者是带出去走人家了也要起个假 你告诉我 你爸爸说叫他来请假也好 这天中午 村西头的老李家正在为过世的亲人拜一场酒席 眼看着饭菜就要上桌了 可众人却唯独没有见到唐玉平的爷爷奶奶 几天前就说好的事情 难道老两口忘记了 唐大姐是唐玉平的姑姑 这天下午她突然接到了弟弟打来的电话 她叫今天老师打电话来 说我的女儿没有去上学 你回去看一下 我妈妈的手指要挂着 尽管唐大姐遭遇嫁到了别的村子 但是由于几个兄弟都远在外地打工 父母和小侄女的生活还都是由她来照应 我有两天多钟就赶回家 赶回家就忘了一下 门也关好呗 父母不在家 小侄女又没有去上学 她们会去了哪里 我心里想 我说她没有去上学 肯定有感冒来打掉嘴 我是这样想的 唐大姐赶忙教授亲友到卫生院去寻找 可大家都不曾见到过这祖孙三人 到处去找 我邻居 邻居就说 他家 我城下面有一个 对家是马上连是马虎了 他也买了那个燕笼 去吃马虎酒的 他家 你爸没有去 父亲老唐 为何也没有如愿赴宴 然而更奇怪的是 自己的母亲李某 不久前才刚刚做完手术 行动极为不便 她怎么可能也不在家 而小侄女如果不是因为生病 又为什么一天都没有去上课 眼看着天色已晚 家人却还没有回来 唐大姐无论如何也想不通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会让这祖孙三人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同时失踪了呢 第二天一早 唐大姐准备吃过早饭后再出去寻找 可就在她收拾屋子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 客厅的一把凳子上 竟然有血迹 这时水流下的血迹 难道家人遭遇了不测 除了板凳上的血迹外 探查民警在客厅的沙发上 以及前院的桂花林里 还有午后的牛棚边 竟然又发现了多处血迹 这些血泊的话 也是经过这个沙子的掩盖 包括还有水的冲洗 但是我们还是通过我们的方法 提起到了相当多的血迹 通过检验 民警发现 这些血迹分别来自于唐玉萍 和她的爷爷奶奶 此时 这祖孙三人 已经失踪了一天一夜 民警推测 他们恐怕凶多吉时 被杀的话 做了这个打伤的话 那就首先要找 找尸员 作为案子来说 那你活 要见人 死 那你一定要见到尸体 奇迹是一头 具有比利时血统的 马里努阿犬 追踪是它的强项 警方试图将现场的血迹 作为嗅源 已找到有关尸体的蛛丝马迹 我那个血迹都很兴奋 尾巴都竖起来 都很兴奋 我当时对这个精权 找到寺源 我是很有信心的 得到指令后 奇迹沿着老唐家屋后的小鹿 向西追去 他沿着小鹿 跑了没多久 便在一个插入口 放慢了脚步 可能气味淡一点 他就会慢慢地 嗅着 嗅着比较仔细一点 林警在周围的草丛中 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难道是嫌疑人 转移尸体时 在此处停留过 然后又将尸体 搬上了某种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 他如果在那个地方 他干脆 直接可以开到这个 换的现场 他何必停在那里 还要等个 有个一百米左右 周围没有任何车辆行驶的痕迹 难道是警犬 丢失了嗅源 就在大家感觉疑惑的时候 奇迹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他竟然转身 原路返回了案发现场 这会是嫌疑人在转移尸体时的行走路线吗 难道他带着尸体在这条小路上走得来回 这个警犬他不会说话 当时他又没办法 我感觉 应该里面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宁静村庄 租村三人竟夜间离起日害 寻踪追击 死者尸体为何始终下落不明 识破假象 警方缘何认定 凶手必是村内熟人 这是他当时的心灵 一个法律的小痛 疑点重重 命案背后难道真是金人反目成仇 这几点规划书始终了 他就要战 他就要战一部分 修师的一家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民警发现了唐大姐的父亲老唐 母亲李某 以及小侄女唐玉萍的血迹 此时这三人已经失踪了一天一夜 如果他们真的遭遇了不测 那么尸体究竟在哪里 民警派出警犬 以血迹作为绣员 寻找尸体 可是 金犬竟然在追踪了一段距离之后 又返回了案发现场 这个尸体是不是往那边治过以后 又到这边来了 就是当时就是打了很多问号这里 嫌疑人 为什么要带着尸体 走了一个来回 这是他为了迷惑警方 而使出的障眼法 还是金犬的的确确丢失了绣员 说实话 这个尸体的话 如果不找到啊 这个案件呢 就再往下征扩呢 确实是就会很困难 案件得到了公安部 自治区公安厅 以及市局的高度重视 各方面都给予了巨大的技术支持 但是 由于嫌疑人作案后 清理了现场痕迹 并且老唐的家人也进入过现场 警方没有找到任何 包括指纹 脚印在内的痕迹物证 线索几乎为零 对现场的一些 呃 持望能得到的东西 没有 说真的对我们的难 破案的难度 是那个了 呃 是加大了 房间内没有任何翻动过的迹象 民警在一个抽屉中 发现了九千多元现金 没有翻动 翻动寻找财物的这个 啊 这方面的动作 第一个首先呢 排除这个是未财 财杀的可能 比较大的可能 他就是一个抽杀 老唐一家 究竟与谁有过矛盾 民警很快排除了小孙女及其奶奶 与人接仇的可能 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了老唐的身上 这个人呢 性格比较急 比较暴躁 而且有点倔 老唐以前一直在外地工作 退休后才重新回到村里居住 倘若真是仇杀 那么他是在何时何地 又是跟谁产生的矛盾 现场的血迹被嫌疑人擦拭和掩盖过 甚至临走前他还锁好了门窗 制造出祖孙三人外出的奖项 这一系列过于忠密的行为 让民警感觉十分异常 陌生人抢劫或者是怎么样的 或者我想杀你 我就把你杀了我就走 我要抓紧时间 我要抓紧时间逃离这个限制 就走了人 不需要处理事情 他也不敢在这个地方待这么久 餐桌上的晚餐 还没有来得及收拾 二楼卧室内的被褥也没有剖开 这些迹象都表明 案发时间不会太晚 那么刑医人为什么要冒着暴露的风险 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现场 他肯定知道 这个案件他做了以后 公安绝对会查到他头上 他为了不让他查到头上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搞成一个失踪的事情 这是他当时的心里应该耍的一个小聪明 更关键的是 嫌疑人将这祖孙三人同时杀害 甚至连七岁的孩子都没有放过 林景分析 其目的很有可能就是杀人灭口 这里是书人 而这个书人我们要画这个范围 这是应该是附近的村的地方 随即 民警在村内进行了大范围的走访排查 重点了解老唐与他人的矛盾关系 跟村里面的人很多人有矛盾 矛盾比较大一点的矛盾 一个就是他的有一个亲人 唐某某是老唐的亲戚 在走访中民警了解到 这两人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 多年前他们曾经因为祖坟上的几棵桂花树 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他们的祖坟上面有了桂花树 本来应该是他这个亲人唐某 这个老唐认为了 你是在祖坟旁边的 这是连桂花树齿全了 他就要炸 他就要炸一部分 就把这个桂花树强行的把它挖了 把它卖了 这样子这个矛盾就导致很深 从此以后 这两人便结下了梁子 甚至在唐某某过六十大寿的时候 老唐都没有出席 他以后他就跟你在城里面 就跟别人说 啊万一我要出了什么事 那就是我这个亲人唐某某干 你们要帮我生命 唐某某会是警方要找的嫌疑人吗 民警随即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可没想到 这一问果然有了意外的发现 就是要问他 我应该知道他这个老唐失踪了 他说 是他妻子 告诉他 他妻子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据唐某某讲 几天前曾有一个村民 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 称老唐一家失踪了 妻子听过之后 并转述给了他 但是民警对这一情况进行核实之后 却发现唐某某在说谎 我们找到他这个 他说的这个 他打电话给他指这个人 他说根本就不知道他指的 他指的也说 没有说过这个老唐失踪的事 唐某某的回答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怀疑 唐某某为何要说谎 难道他是在刻意隐瞒什么 不仅如此 当民警向其询问 28日案发当天 他的活动情况的时候 唐某某的回答 也与事实不符 28日是看人家打牌 那经过调查 人家打牌 明明是20日在那里打 嫌疑人真的是唐某某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会因为一点积怨 就将唐家祖孙三人 残忍杀害吗 由于尸体尚未找到 而嫌疑人在现场 又没有留下任何 有价值的物证剪裁 这时的警方 对于可疑对象的甄别 变得极为困难 从现场来得到 我们想要的 这个能够尸体 这个指向 嫌疑人的东西 那我们肯定是 想尽办法第一时间 要想办法 还是要找到尸体 也许嫌疑人会在尸体上 留下一些痕迹线索 警方再次派出警犬 寻找尸体 但愿这一次 他们的表现 不会让人失望 第二次 然后就从那个老唐 他那个家里面 就是直接 就是往这个 右边的 这个一条小路 沿着那边就走了 警犬一出发 便选择了 与第一次追踪室 完全相反的方向 这让民警感觉十分意外 仅仅过了一天 警犬的表现 为什么会有 如此大的差异 这一次 他们能否 有所发现 宁静村庄 祖孙三人 竟一夜间离奇遇害 固寻尸体 警犬再度出击 终于有所发现 山洞中的麻袋 是否能为警方 带来破案线索 扩大侦查范围 民警获得了 怎样的意外发现 消失的一家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通过现场勘查及走访 民警分析 这应该是一起熟人所为的 仇杀案件 在排查 矛盾关系时 老唐的亲戚 唐某某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但由于警方 并未掌握 有关嫌疑人的 物证剪裁 如何甄别 可疑对象 成了警方面临的难题 民警希望 能够找到尸体 以获得更多线索 可是这一次 警犬的表现 依然令大家感到诧异 两头警犬 都跑向了 与第一次搜寻 完全相反的方向 是往他的家里面的 我房子后面 右边 一条小路 远十选距离过去 大概三百米左右的地方 金犬就没有再继续追踪下去了 金犬在一片非常茂密的 灌木丛边 放慢了脚步 似乎是有所发现 民警立即在附近的灌木丛中寻找 很快他们发现了一个小孩用的鞋垫 经过这个和失踪有点老谈的女儿 他们爹了 这个鞋垫就是个小女孩的 这一发现令民警十分兴奋 鞋垫的出现意味着警犬的追踪路线完全正确 而抛尸现场很可能就在这附近 随后在被灌木丛覆盖的山坡上 民警发现了一个山洞 山洞呢 它是实施已经给那些字啊 已经夹满了的 你不是地毯室的查找的话 给你就发现不了 那里已经有个山洞了 山洞大约只有两米多深 站在洞口 民警并未发现有什么异常 在山洞底部 有几个被石块掩盖的编织袋 而里面装的正是老唐夫妇及其小孙女的尸体 经过初步检验 他们三人都死于被盾气击打 所造成的严重颅脑损伤 我们发现 三具尸体具有相同的死亡原因 相同的手上部位 及相同的工具 除了这三点 我们认定 嫌疑人应该就是一个人 这个人会是警方怀疑的唐某某吗 藏匿尸体的山洞偏僻隐蔽 本村以外的人几乎不可能知晓 通过询问村民 民警还了解到 这个山洞以前就暴露在山坡上 近二三十年才被杂草覆盖起来 三十岁以下的人 甚至都不会知道这个洞 因为这个地方早都没有人去了 应该是三十岁以上的成年人 诸二人 综合这个情况 这个死这老唐 这个亲人唐某某 更不能排除 在对唐某某的询问中 民警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唐某某的手上 有被树枝划伤的痕迹 藏匝现场 他这个外面有这个精致 茶草密布 固执 这个犯罪行人 在这里有藏匝体 就有可能被这个精致 刺伤 划伤 对此 唐某某给出的解释是 这是他二十八日 在田里砍柴时 不小心划伤的 唐某某所言 是真是假 警方无从查实 并且在受害者的尸体上 技术人员依然没有提取到任何 能指向嫌疑人的物证剪裁 事实上 你又从哪些方面能够证实他 能够要有证据才能证实 不是他 你又从哪些地方能够排除他 这是我们最大的难点 在调查 唐某某某的同时 民警也没有放弃 对村内其他人员的排查 因为民警感觉 在没有新矛盾出现的情况下 唐某某只因多年前的积怨 就向那祖孙三人杀害 似乎有些不可常理 但是 嫌疑人如果不是他 又会是谁 都跟他有矛盾关系 而且有比较深的矛盾 有二十几个 真的就是让我们困惑 这些矛盾 他不足以杀人 尤其是不足以 要把一家人 全部杀完 不仅如此 这二十几个被调查对象 几乎都能提供出 自己不具备作案时间 和作案地点的证明 嫌疑人依然没有浮出水面 难道是警方的侦查思路 有误 侦查破案 往往呢 最困难的时候呢 应该也是 离胜利了 不远的时候了 把这个村子的话 作为一个现场 安防应该离我们很近很近 非常的近 嫌疑人转移尸体 并将其隐藏在村内 一个鲜为人质的山洞 这一系列行为 都让警方坚信 他应该就是本村人 在排查无果的情况下 警方扩大范围 将目标转移到 曾在村中居住过的 外出人员身上 案发后的第十天 侦查员果然有了重大发现 在石塘镇上 一个名叫唐某明的 引颈村民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怀疑 宁静村庄 祖孙三人一夜间离奇日害 扩大范围 走访中神秘男子引人怀疑 走访的过程当中了解到 其实出事之后 他是回过村子的 一本日记与案情 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旧仇心愿 凶案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消失的一家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通过嫌疑人藏匿尸体的行为 以及其抛尸的位置 警方坚信 此人一定就是本地的村民 案发后的第十天 当民警赶到石塘镇 对一个名叫唐某明的 引颈村民进行走访时 他的异常反应 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唐某明 此前一直居住在引颈村 几年前才搬到石塘镇上 开了一家农资店 这天晚上 民警在唐某明哥哥的带领下 找到了他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 唐某明显得十分紧张 先是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了不了解 就村里面这个老唐家里面出了什么事 他一直说他是听石塘镇上面的人说的 但是我们从调查 走访的过程当中了解到 其实出事之后 他是回过村子的 唐某明显然是在回避 自己回过引颈村的事实 这一情况立刻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唐某明对民警的问话 一直抱有抵触情绪 而他似乎对民警的笔记 显得可外关心 在我们多记录的时候 马上跑到我们旁边 靠近 靠得非常近 人跟人的距离非常近了 他一直在看我们笔记本上面记得是什么东西 这时候我们 我感觉就不太对了 从唐某明家出来后 民警立刻向专案组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 就是叫这个警察员 光他好 甚至把他控制起来 然后马上掉头 把车子掉头 开到他的龙殿门口 前后跟我离开那里到再返回去 估计也就一分多钟 这时候我回去的时候 看到这个情况更加不对 此时 唐某明的房子已经大门紧锁 并且灯也关了起来 这么短的时间内 有可能还没走 这个人 然后马上就去堵后门 果然没过多久 唐某明从后门走得出来 守在角落里的民警 立即上前 将其成功控制起来 在唐某明的摩托车和头盔上 警方发现了一些疑似血迹 而卧室内的一本日记 似乎也与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1月1日 找到了 他真有点本事 要出去玩一段时间才行 11月2日 真快 五天了 结果怎么样 只有天知道 父亲保佑 经过审讯 唐某明交代了自己 杀害老唐祖孙三人的犯罪行为 10月28日 晚上七点多 唐某明来到老唐家 当时老唐正在陪小孙女看电视 进门后 两人没说几句 便争吵起来 老唐将唐某明赶出了家门 当时呢 这个老唐 他手里面拿了一把镇刀 追着这个唐某明 追到这个刘某边的时候 老唐追不上他 就拿这个镇刀 朝着这个唐某明扔了过去 唐某明十分气愤 他从摩托车上 取下一根锣帆钢 转身将老唐 搭到在后院的牛旁边 此时 卧室里的李某听到了动静 赶忙出去查看 发现情况不妙后 他便立刻跑向前院 试图呼救 但很快就被追赶而来的 唐某明打倒在地 小孩子在客厅里面 就是也害怕 因为小女孩紧碎 也非常害怕 也在那里哭闹闹 由于担心小女孩的哭闹 惊动了邻居 唐某明便又残忍地 将他打倒在客厅的沙发上 行凶后 唐某明经历了血迹 并将尸体装进了麻袋 他试图用摩托车 将尸体拖到老唐家西侧的身上掩埋 可是没走多远便摔倒了 摩托车就发动不起来 发动不起来 没办法 他在想 只能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把这些藏起来 作案后 唐某明每天都在关注着警方的侦破进展 并将当天的心情记录在日记里 在他的日记中 还有这样一句话 我人生的首要目标 就是要让引井村与韭菜山的人 去向我的父亲道歉 这起案件 与唐某明的父亲 有着怎样的联系 而受害者为什么偏偏是老唐 唐某明的父亲 就是还判过刑 他这个 按村里面的有的称民反应 唐某明的父亲 判刑就是因为 这个死者老唐 出来指证他 这个打伤过人 尽管这已是陈年往事 但是唐某明却始终认为 父亲是被冤枉的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老唐的指证 此后他与老唐一直矛盾不断 2008年 唐某明想把自家的农田改造成鱼塘 可当他买好了建材 准备开工时 却被老唐拦了下来 去建这个鱼塘的时候 要从老唐这个房子后面 有一条必经之路 要拿这个锅 拿东西锅 这个老唐呢 就使命就不给这个唐某明 这个拿这个建筑物锅 一晃五六年过去了 鱼塘还是修不起来 唐某明的心里越想越近 直到10月28日晚上 他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唐某明自认为 他的犯罪天衣无缝 以至于 当民警对老唐的亲戚 唐某某展开调查时 他还心存侥幸 尽管唐某某在接受询问时 由于担心警方会怀疑自己 向民警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加大了侦破的难度 但最终唐某明还是没有逃出法网 在侦破过程中 由公安部 自治区公安厅 市区 县区 联合组成的专案组 发挥了强大合力 他们对于案情的正确判断 以及对嫌疑人的精准刻画 无不彰显出了过人的智慧 这起特大杀人案的成功告破 是对以身事发者最好的震慑 他确确实实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人民警察 侦察不安的能力和损品 完活者自治的最终 他的话呢 也是逃过不了法律制裁的下场 这是一群冷静客观 一丝不苟的专业人士 他们坚信 所有犯罪行为都会留下痕迹 而追查痕迹就能找到真相 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严谨的逻辑思维 是法医侦探们独特的武器 虽然不能与犯罪分子正面交锋 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 终结犯罪 维护正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